曾俊兰他本身是德运品牌顾问CEO 他今天带来的主题是企业品牌加速器 他服务过的客户有CM Flower 红国建设凯撒饭店 杜小月淡仔面等国内知名品牌 品牌的形成有三个过程 信任 信赖 信仰 你的企业现在有几个呢 如何做到是心理学 是管理学 更是大脑科学 让我们一起来窥探品牌到底是如何形成的 欢迎Jeffrey 好 今天非常的开心 然后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品牌的经验 我本身是一个非常热爱品牌的人 那我以前是教英文的英文老师 我自己开过英文补习班 那Steven有帮我简单介绍过 那我就直接进入主题 好 我们先来看什么是品牌定位 在台湾呢 我们大家都有很多的牌子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做的是商品销售的动作 商品行销的动作 那我们有没有在做品牌呢 而做品牌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它就是品牌定位 这个杂乱的房间 大家看不出它到底是什么设计风格 然后你要找东西也非常难找 你甚至不会想去注意窗外的景色 如果房间是这样子呢 第一你看见它是一个蓝白色调的一个设计 然后你要找东西变得简单 然后人也变得看了心情就好 而且还会注意到窗外有风景可以看 这就是像品牌的一个需要做的动作 就是你需要断舍利 不是你认为重要的东西市场都重视 所以我们要断舍利跟市场对话 留下真正重视的东西 好 你在做品牌吗 这句话很恐怖 你在做品牌吗 还是你一直在销售而已 我们来看这三件事有什么不同 销售 它像是一个男孩子 他40岁了 有600万存款 然后一栋房子一台车 他跑去跟一个36岁的女生说 我们两个都是室温年龄 要不要凑合一下 销售有点像是用最快速的方式 产生这个卖掉的动作 然后大家也没有在看 是不是我最喜欢的 反正我觉得划算我也有需求就好了 好 那行销呢 它里面会有产品行销跟品牌行销 那行销它的动作有点像是 你喜欢一个女孩子 你跑去跟她说我多好多好 可是决定完全在她 这个是比较像是行销的一个动作 你没有主动权 主动权在被你说的这个女孩子 就像我们的市场跟消费者 而品牌是什么 你想象如果你坐在咖啡厅里 你隔壁坐那个男生 他在讲电话的时候 非常有气质 然后坐上放了书 他的一举一动 甚至服务生不小心打翻咖啡 他对他的态度都非常的友善 你心里产生一个极大的好感 下次可能你在别的场合看到他 你甚至心里偷偷的盼望他可以过来认识你 这种感觉就叫品牌 你不自夸 然后别人心里真心的认为你很好 什么叫拥有品牌 第一个你要有负能的能力 什么叫负能 英文说empower empower就是人家光没有买你东西 光想到你 他就有一种能量是好的 我们想着苹果 我们觉得好创新 我们想着星巴克 我们觉得有种家里沙发的感觉 像第二个咖啡 那个工作室的感觉 你家里这种工作室搬到外面去 你想着那个Nike 你觉得没关系 我失败 我只要坚持下去 我继续练习 继续尝试我就会成功 你想到Nike有这种能量 这是一种负能的能力 如果你的品牌没有给人家这种感觉 你只是拥有牌子 如果你拥有了这个负能能力 你会产生忠实粉丝 有了忠实粉丝呢 你也会产生忠实的客户 那有了忠实客户之后 你会呈现你有溢价的能力 而这个价有两个字 一个叫价格 一个也叫价值 因为我们卖的东西 如果只有价格 你不叫做有品牌 你必须有剁出来的价值 那就是我在讲的负能能力 好 还有 什么样才叫做拥有品牌 第一个 你要拥有信任 信任是什么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你说我是一台功能性的脚踏车 消费者买来之后 它就是功能性的脚踏车 你说的话可以信 这个叫信任 第二个 你长期 今年累月 都可以让人家这样信赖 信任 你说的都是真的 你的品质都没有问题 你非常的实在地 在做你的商品 做你的买卖 都可以被信任 你就会产生信赖感 那第三个信 叫做信仰 那为什么品牌要拥有信仰 除了信任跟信赖不够吗 为什么要有信仰 信仰是你的 溢价能力的来源之一 那信仰就不是你的商品 好不好的问题了 信仰还有很多其他的元素 那我们往下看下去 我们来看看到底什么叫做 你的品牌是被信仰 我们先看一段影片 然后我来解释 我在协助品牌组的时候 是从哪些角度去切入 我们先把影片看完 有两段 然后大家感受一下 自己心里的感受 我来解释 初めて喧嘩した日も 初めてラブレターをもらった日も ばあちゃんは何も言わずにご飯を作ってくれた お邪魔します お邪魔します それなのに僕は ひどいことをしてしまった うちに会わなかったのかね うちの料理が古臭いからだよ ごめんね 悪いことしたね 本当はばあちゃんの料理が大好きなの 食べたいと思うのはいつだって あの地味な料理なのに そうだ 週末ばあちゃんに会いに帰ろう ばあちゃんに謝ろう あの時はごめん ばあちゃんは何も言わずに微笑むだろう 僕は泣きたくなって ばあちゃんのご飯をかき込むだろう 家族をつなぐ料理のそばに 働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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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一段の注意に心理的変化 母とは はい 消費するよ ノックをしない はい わかるまでございます デレビュー うるさいよ 電話の時声が変わる 送信 シーハン メールが変 どう やめてよ 人の服を勝手に着る 涙もろい 彼女できたでしょ え 勘が鋭い おー ビーグスティー まさに食べたかったんだよ でしょ というかテレパシーが使える ご飯できたわよ おい まだできてないのにできたという 何 お料理されちゃうじゃな が すぐ食べないと怒る どちら様でしょう 父にはもっと怒る いっぱい食べない 犬には優しい ショール プレゼントをあげると ちょっと引くぐらい怒る 申し訳ないくらい怒る 早く寝なさい 誰よりも遅くまで起きて 誰よりも早く起きて ちょっと待って そしていつの間にかとしをとってる おいしい 世界で一番料理がうまい 家族をつなぐ料理のそばに東京が 好 看完这两段影片之後 接着我要分享的是 私たちは 私たちの皆さんに 多くの人から 私たちの人から 私たちとして 住東京 私たちに 私たちに ソーセスを 東京は どんなが でも もちろん ただ 他只是讲了两个故事 然后最后才露出 我是东京瓦斯这样 东京瓦斯的风格都是这样 那他们在这个领域的地位蛮高的 甚至很多的行销人 都会把他们的广告当成素材 来做分享跟教导 那为什么我会提到这个黄金圈 这应该有很多人听过黄金圈 但真的在做的时候要如何挂 挂在这个不管 B2C或者是B2B的这个产业 里面你要如何挂着 这个蛮重要的 我们通常做到后面 一些效能开始不好的时候 是因为你的核心并没有抓清楚 或者你没有聚焦 你的员工并不懂 所以有时候最厉害的业务都是老板 那我们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回到这个黄金圈来检视一下 一般的领导者 一般的品牌 他都会先说他的产品 告诉人家说 我做了什么 就是第一圈这个what 那我有多好 我有多好 我是如何做出来 我如何的用心 这样在第二圈 最后可能才会简单提到说 为什么做这件事情 可能觉得说 这些感性元素 跟销售无关 跟销售无关 好 另一边的这个黑色箭头 他倒过来了 他会先说 为什么我要做这件事情 跟我相信的事情 像苹果说 我相信这世界上 每个人都有适合的一个系统可以用 并不一定是别人救的 我就要照着这个用 小博士最常讲一句话 他说 这世界上的一些体制 都是比你笨的人设计的 为什么你一定要去遵守 你要去找到你适合你自己的 Nike说 做了再说吧 有问题再解决 他们先说这个 然后他们透过设计 他们的商品 来展示 他们相信的这件事情 刚好只是做了手机 刚好只是做了电脑 刚好只是做了鞋子 这样说有什么效果 好 大家想象一下 这是大脑的横切面 从上面看下去 中间这一个圈圈Y 刚好跟我们的边缘脑 是同一个位置 那边缘脑在古代的时候 我们人类还在打猎的时候 有一个机制叫做Hit or Run 就是我要杀这个动物来吃 还是我跑给它追 我看到一只鹿的时候 我心情会感到兴奋 因为我有晚餐了 然后我把他杀来吃 这时候大脑同时 在这个区块同时 做了两个反应 第一个叫做 有一种情绪叫做兴奋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杀 去杀他追过去 所以我们的决策脑 我们的决策脑 就是感觉的脑 那你看到狮子跑给他追 那个恐惧感 跟决定要跑 这个是在同一个区块发生的 所以我们一直以来 我们的大脑是这个逻辑 我们其实是感性的 那外面那个Watt 就是浅蓝色那个部分 它叫做心脾质层 它管的是理性分析跟条列 还有比较 这个是我们开始定居 有农业 有商业之后 为了需要理解彼此的语言 才不会一天到晚在抢劫 战争 会有沟通开始出现 所以慢慢的大脑的心脾层 火药起来 这里面负责的是比较跟逻辑 好你来看 如果你先讲你的产品 你会触动大脑的心脾之层 就是理性脑 它也就是比较脑 所以消费者会觉得 好那你这样讲 别人也这样讲 那我来比较看看 因为你触动的地方 是在理性的地方 如果你先讲你好 他就会拿你跟别人比较 而常常比到后来都是比价格 那如果你倒过来讲呢 你是先把他的决策脑 也就是他的感性脑 已经抚平好了 把它弄舒服了 他其实还不知道 你干什么的时候 他已经决定要跟你有所链接 这就是资讯露出的顺序不同 会有大大不同的效果 为什么要提这个 刚刚看那个影片的时候 其实瓦斯是拿来煮热东西的 那他没有说我不会爆炸 我的管线非常好 我非常安全 他不讲这个 他把瓦斯会带来的最美好结果 就是大家心里 为什么会装瓦斯的这个需求 最核心的情感需求展现出来 他的那个tagline说 用料理连接家人 因为其实吃饭是一回事 重点是我们要聚在一起吃饭 家人要联络那个感情 所以他的感性脑就启动 就会变有一个决策的效果 所以我们会认同东京瓦斯 他是一个大脑的科学 他是一个大脑科学 但是往下看 所以我们的忠实粉丝 忠实客户 他买的是你为什么做这件事 而不是你做了什么 他就会买 这个黄金圈逻辑告诉我们这件事 那怎么办呢 我应该要说服哪些人 我如果做生意 我要说服哪些人 好这边我就稍微提一下 B2C的这种商业模式 他比较重的是讲情感 讲故事讲初衷 那如果是B2B呢 他有两个大重点 一个对外是比较讲how 就是第二圈的地方 技术性的东西 那那个为什么呢 我们会留在里面 把它当成一个企业文化 去让对方感受 所以这个B2C跟B2B 有两个很大不同的地方是 在企业文化 我们一般讲B2C的生意 会讲到核心价值 核心价值其实在B2B的 这个企业里面 他讲的就是企业文化 那这些东西 不会对外直接去接触到 末端消费者 他会接触到的是B2B的合作伙伴 那这些伙伴 他在乎的是你的企业文化 这也是一种品牌力道的一个来源 那我怎么形成忠实粉丝 跟忠实客户呢 我讲忠实客户 我会指的是B2B为主 好 这个是Jeffrey Moore的 创意扩散法则 创新扩散法则 我们开了一个品牌 开了一个公司 在市场上如果有100% 我们大概只有2.5% 会去做创新的动作 或者提起一个理念 那最先跑来相信他的人 如果堆积到13.5% 那个经济学家Jeffrey Moore说 如果你跨越到这个地方 这个鸿沟把它跨过去了 就是米色跟蓝色的地方 这个gap 你把它跨过去达到了16% 在市场上就会感觉到你的存在 而他会发生一个效果就是 优先购买者会出现 early majority会出现 好我解释一下他们的特性 13.5%他们是喜欢当第一个 不怕踩雷 喜欢告诉别人 这世界是什么回事 那蓝色的人呢 他向往自己质感好 但是他又没有那个研究能力 也不是那个人格特质 他怕踩雷 如果有人先做 有质感好的人先做 有公信力的人先做 他会跟着做 那接着他就会引发 后面深蓝色的后期跟进者 其实就是后期大量 这一群人是跟风 他不太思考 就是社会上大家在做什么 市场上大家都在做什么 他们基本上就才相信 那第四个阶段是不会所动者 这基本上我们在做商业模式的时候 不太需要去考虑他们 所以我们要找的人是在这里 所以当你做一个事业 或者是做一个品牌 做一个企业 你的定位不能够朝着 你想要获利最大的 那两个34去设定 因为他们的忠诚度 不是你说了 他就听的 就会产生的 那他相信谁 他相信early adopter 相信他们周遭那种 跟你无关的人说出来的话 以前我们说口碑 现在人家会说 那个net promoter 就是纯粹会为你宣传的人 人家觉得你跟他没好处 但是你却为他宣传 这样的人叫做 你想要找的 你需要找的13.5 就是你的初期接受者 那这样子才会产生一个 比较有力道的知识度跟忠诚度 这是Jeffrey Moore的一个理论 那我们在做品牌的时候 如果没有懂这件事情 很容易落入 就是追求那30% 因为这个市场比较大 就像我们在做定位的时候 如果你告诉人家说 我这个产品 20岁到45岁都适用 基本上你等于没有定位 基本上定位会抓 大概8岁到10岁 5岁到8岁 最多最多到10岁这个gap 那基本上他们的个性 基本上他们的喜好或需求 就会差很多 就会不同 所以不能把定位拉太宽 所以我们基本上都要找 early adapter 来设定自己的品牌 那我会怎么做呢 我帮我的客户 我基本上都会从品牌定位做起 品牌定位有点比较灵魂一点 会从他这个人 生命的一些养分去梳理 梳理出来之后 会进入品牌设计的阶段 所以品牌不是用设计的品牌 是用发现的 那在第二个部分 品牌设计的部分 比较讲的是文字跟视觉 那再进入一个行销策略的规划 那再协助他们在营运的 这个团队的建造上去做协助 就是营运规划的第四部分 这是我的一个 做品牌的一个逻辑 那我有几句话想送给今天 一起上线来交流分享的朋友们 就是你有几千个客户名单 不如有一百个为你买单 并宣传的忠实客户 那预祝大家品牌成功 精准行动 估值飙升 那我是品牌策略部闻 曾俊南可以叫Jeffrey 那如果你是想了解品牌优势的企业组 或者你想启动品牌转型 但是不懂市场的传产工厂或品牌组 或者你是品牌有规划出海的 代工厂加工厂跟品牌组 欢迎你跟我联络 谢谢大家